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而真正大智大会的人 表面上读似乎有点鱼 不败人生 才不爱录 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普遍有一种自我优越感 而且一个人的行为 情绪往往与这一优越感 有着极大的关联 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可笑又知或愚蠢 那种优越感便会给自我一个爽快的奖赏 反之 优越感由于感到自我的失败 而这失败是对方造成的 因而便会产生一种近乎专横的粗暴 并通过情绪和行为或语言 把这种粗暴施加于对方 甚至于是一种不挫败 对方绝不罢休的厌恨 所以 这是一个可怕的阴暗领域 然而 它又是那么普遍的存在 作为人的劣根性 它像个幽灵 缠着人类不放 我们看不惯这一可恨的家伙 但却拿它毫无办法 在此之前 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尽管在日常交际中 我们时常感到有某种东西 在驾驭着人们的情绪 我们一不小心 它就要煽起对方的怒火 与厌恨 更糟的是 有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而就让对方 忽然就对自己冷淡了起来 我们之所以这么无知 全是因为我们自己 也在犯着同样的毛病 自作聪明 过分相信自己 就是因为这毛病 我们时常在无意中 因抓住对方的缺点或错误 而没加遮拦地加以指出 而这极大的伤害了对方 精心为自己构造的优越感 又或者 我们时常在无意中 抓住一个显示自己聪明的地方 便迫不及待地 希望对方能注意到自己的智慧 而这无意使它的优越感 感到极大的不满 明言而事实上 我们的无意也并非真正的无意 而是我们习惯了有意之后 从而对有意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感觉 这种无意往往就是最为深刻的有意 约翰华纳梅克曾说 有些人不知道 自己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放大镜 当他们希望时 就用它来看别人的不完美 其实 有些人 是多么保守的字眼 华纳梅克对人类社会也太过温和了 因而才显得那么流情面 别人的不完美 往往给观察者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满足感 而同时 忘记了自己身上 也有着同样的不完美 而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才智 看到他人的成功时 我们所兴起的 就不仅仅是妒忌 甚至还会因此 而对它产生一种 毫无来忧的厌恨与不屑 当我们看到银屏上的这类形象时 我们打心底里 发出鄙夷的哼声 而此时 我们却多么可笑地 暗自认同了自我 你的愚笨 便是他的骄傲 你的聪明 便是他的耻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